嗨,欢迎收看小蜜未知世界,我是羊羊 随着我国的科研及探索实力的不断增强 近年来,在宇宙探索和航天科技上也取得了不少非凡的成就 也拿下了不少的第一名 今年更是成为了第一个登陆月球背面的国家 但实际上更有趣更贴近人们生活的探索项目却从未停止 前几天,我国航空部门正式官宣 我国第一个人造月亮最早将在两年后升空并投入使用 你可能会问了,什么,月亮还能拿来使用,这是怎么个用法呢 实际上,这人造月亮不仅好看,而且还非常实用 在能源越来越吃紧的今天 它预计每年能给一座城市节省超过10亿元的电费 相信大家都看到了,这人造月亮就是用作城市照明的 根据报道,虽然这人造月亮比我们看到的月亮小多了 但它能提供的能量却不小 它能发出的亮度是目前月亮照明亮度的8倍 不过,其实这个想法最早是由俄罗斯科学家们提出来的 仿照月亮做出能依靠吸收太阳能 然后照射特定位置的人造月球 只不过现在看来,率先研发成功的将会是中国 但大家能猜到,这第一个人造月亮将首先照亮我国哪个城市的路吗? 杨杨也不卖关子了,它就是我国著名的旅游城市成都了 相关部门预计,人造月亮一旦投入使用 每年能为成都节省超过12亿元的电费 想想就够浪漫的,成都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适合居住和旅行的城市 现在再来一个人造月亮,必然会引起各路人马纷纷来到成都打卡 跟我们的人造月亮,来个亲密接触了 不知道各位小伙伴对此有什么看法呢? 欢迎关注调命未知世界,留言与我讨论,我们下期再见啦